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计划提议增加政府部门对高风险投资的监管 高风险投资被认为是造成目前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预计将于星期四在华盛顿提出全面改革 收紧金融业管理的方案 有关官员表示这套方案同时也将包括给予行政当局更多权利的条款 以期政府方面能够对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样的面临破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大管控的力度 星期三奥巴马总统会见了国会民主党参议员 争取议员们支持他所提出的35500亿美元财政支出方案 这项财政支出方案受到了众多共和党人以及一些民主党人的批评 另一方面韩国国防部警告北韩不要发射远程火箭 说这将对东北亚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和挑衅 韩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敦促北韩立即停止发射火箭的准备工作 北韩说他准备在4月4号到4月8号之间发射通讯卫星 但是美国日本和韩国都说平壤是利用这次机会来测试其导弹能力 大扑洞二型弹道导弹据信能够飞敌美国阿拉斯加州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表示 发射计划是北韩迈出挑衅的一步 并且说如果他坚持按计划发射的话将会带来后果 另外有专家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对伊朗的表态 如果使得两国关系得到改善最终就会使南亚地区受益 一些地区分析人士说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关系改善 可能为南亚带来政治和经济影响 特别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阿富汗最近开通了一条通往伊朗查赫巴尔港口的公路 但是这条位于阿富汗西南部尼姆鲁兹省的两公里长的公路 是印度援助兴建的 以便其出口产品能够进入到阿富汗 因为巴基斯坦阻断了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通道 这些货物都要途经伊朗 不过有专家说如果德黑兰与华盛顿的关系改善 南亚各国以及南亚和伊朗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就会扩大 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员纳瓦兹表示 最受关注的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之间的天然气管道输送就会成为现实 当然到时候要看这三个国家之间在费用方面的谈判 但是肯定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纳瓦兹所说的是从伊朗穿越巴基斯坦进入印度 价值近80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 他认为天然气管道带来的经济利益 肯定会改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纳瓦兹说 还有一点就是一旦这些管道开通 印度和阿富汗之间跨越巴基斯坦的贸易就能相继开通 紧跟着就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之间的贸易 美国国防大学的詹姆斯·克拉德认为 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正常化 还会影响到打击塔利班激进分子的行动 克拉德说 伊朗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 已经开始疏远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但是巴士政府没能抓住时机 而现在这一点可能会发生改变 詹姆斯·克拉德说 我觉得有些东西关系到美国和伊朗的利益 不管政治领袖是谁 这些利益和谁是国家代言人无关 但是却可能对南亚地区产生各种影响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利伊 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对伊朗的表态不以为然 不过他表示如果美国做出改变 伊朗也将改变自己的行为 然而克拉德等分析人士认为 要化解近30年的敌意 需要时间 他说 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伊朗 问题是如何面对和处理它 修复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是伊朗的和野心 以及其对真主党等组织的支持 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 希望和德黑兰取得进展 但是同时也提到 他并不预期变化 在一夜之间就能发生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另外台湾方面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涉及的弊案 星期四在台北地方法院正式审判 学者认为此案的审理过程 将对台湾的民主法治意义重大 详细内容请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在大批警力的介护下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涉及的四大弊案 26号在台北地方法院正式开始审理 陈水扁早前多次出席的 都是预备程序庭 今天台北地院针对龙潭案 首都召开审理庭 据台湾媒体报道 陈水扁身穿深蓝色西装倒庭 没有截领带 脸色苍白 何一庭安排陈水扁上午 与妻子吴树珍的好友 蔡明杰下午与台拟董事长 姑承允对峙 主要是理清四大弊案中的龙潭案当中 购买土地的流程 以及陈水扁有无收贿的贪污犯意 陈水扁的律师石一林向媒体表示 今天开始进入狮子的审理 也就是说进行教务结问 陈水扁在开审前一天 透过他的办公室召开国际记者会 并发表书面声明 痛骂马英九政府 是为了换取北京当局 对国民党政权的照顾 才将他收押 不过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 崔兆祥认为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法律教育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案子 可以让台湾人民相信 台湾的司法 是可以很公正的处理一个问题 即便这一个犯罪的人是总统 我们都能够依所谓的 Dual Process of Law的这样子的 一个程序去处理它 这个处理的好 会让台湾的整个司法 往上提升 今年58岁的陈水扁 如果被判盗取国务基要费 收受贿赂 在海外洗钱等罪名成立 最高将面临终身监禁 不过预计审理的过程 将会十分漫长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据报道 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的网站 仍然在中国被屏蔽 在这之前 一个记录中国武警暴力殴打 西藏抗议人士的视频录像 在YouTube上传播 中国政府指责录像是伪造的 从录像当中可以看到 一些身穿制服的人 在殴打躺在地上的西藏人士 包括一些僧人 新华社援引一位 西藏地区官员的话说 该录像是由 西藏流亡政府的相关人士提供的 内容是从不同的地方剪辑而成 这位官员指责达赖喇嘛 常常杜撰谎言来欺骗国际社会 目前电视屏幕上的这段录像 来自西藏流亡政府 这段录像被认为是 去年3月14号 西藏骚乱镇压期间所拍摄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我是天红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